哈喽,各位MKC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MKC 主播陈其君,很开心有与大家见面 这次我们要跟各位谈的主题是 老板们在企业的策略规划过程中该扮演的角色 最近我们有帮一家企业进行策略规划的辅导服务 那当这个服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企业老板就跑来找我说 诶,陈顾问啊,我发现说 我们员工做出来的那个所谓的策略啊 跟我想的差很多耶 我发现他们做的策略都没有跟我们的企业组织的 那个使命和愿景来进行连结 那我仔细帮他分析了一下 我发现他有存在很大的问题 就是身为企业的一个最高进行者 他并没有很清晰的把企业的使命和愿景呢 转达给他的员工 一般来说我们常会认为说 企业使命愿景不过是一堆比较大 比较行额上的空话 那我们在做策略过来讲的是要赚钱嘛 要达到营业目标嘛 那只要不要走出这个使命愿景的范围 大概能连结上就好了 那实际上呢 一个企业如果你经营的方向要很严谨 要能永续发展 其实你的策略呢 不能跟你的企业的使命愿景来脱离 像刚才那个例子中 为什么下面的人会不清楚呢? 其实不能说不清楚 而是下面的人每个人都从他业务执行的角度 来解读老板所认知的企业的使命愿景 因为使命愿景比较行额上 他应该意义方法比较大 所以下面每个人都会认为他自己的解读正确 因此呢 行能策略就比较难聚焦 我举个例子来说 什么样叫做清除的那个使命愿景的描述呢? 使命愿景的描述 最高管理者要有办法能把这些呢 转换成管理语言 就如同我们中国盛展立中心 赵宝总总经理所说的 你最高领导者你要有办法 把你的企业的使命愿景呢 在策略的过程中 以策略试园转换成一个管理的语言 那这种管理语言要怎么样来形成呢? 我跟各位讲比较简单的就是 你第一阶的管理者 你必须把使命愿景描述成一个 可以具体理解的形象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中国生产力中心的使命愿景目标之一呢 是成为华人顾问界的第一个品牌 好,第一品牌 那当第一品牌达到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哦,你要能描绘说 哦,是不是我客户的指明度有多少 还是客户只要遇到 听到生产力中心都会举大拇指 这包含了量化与质化两种程度 当然也就隐含到你要从怎么样的角度 来达成你的使命愿景目标 像我们不只有客户指明度 我们还有包含了什么? 我们有帮金管顾问界培养人才的使命 我们是培养者 所以我们是第一品牌 要说管顾界都充满了我们的能量 当然这是指我们的使命愿景 如果像这样的一个转译之下 我相信如果一个最高领导者 能像比较具体的把你的使命愿景 描绘成一个比较具象的市场发展走向 那下面的主管自然能在进行策略规则的时候 比较聚焦的来做 另外一点除了把使命愿景的清晰描述之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传承就是 除了描述之外 你要能把一级主管 甚至最高领导者的眼界以及资源 在这个策略刮棍中转移 传递给你下面的基层主管 我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们今年的策略方向目标 是要从大陆的东南沿海市场 往上发展到珠江三角洲一带 那这时候身为最高主管 就不能再只是告诉你的下属说 我们今年的要在我们的使命愿景下 把品牌做到大陆去 我们只往珠江三角洲发展 还不够 下面的主管们很大的一部分策略 不能策略高度 没办法到达你的理想程度 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你的眼界 没有你的高度 以及重要的 它没有你的能量 通常在企业的最高主管身上 有两种能量 一个是你的管理事业 一个是你本身的人脉 或是对整个企业界外界资源的掌握 所以最高管理者要能把你这两个特质 或是掌握资源传给你下面的人 以刚才的例子来说 中国生产力中心的总经理 就必须告诉我们下面的主管们 我们可以找大陆哪些协会来合作 我们有哪些外部资源 有哪些外部单位 这都是单一的业务主管们所看不到的全局 所以很重要一点 你要能把这种大局观 传承给你下面的基层主管 你下面的基层主管的能耐 才会提升 慢慢的它的管理事业 策略过滑事业 才会提升到一级主管的高度 甚至于提升到最高管理者的高度 而最高管理者也才能减轻你负担 从此你能把整个企业的策略 一路上一路从你使命愿景 这样顺顺到你的事业单位策略 一路上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小小的分析 对各位主管在进行策略规划分析 之后有帮助 因为过往我们策略规划 谈的都是一般主管该注意的事项 比如说逻辑 比如说工作分析 比如说资源盘点等 而往往我们比较少忽略 最高管理层在这方面该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老板们 好好回去想想 你的下面的员工们 是否完全理解你的策略思维 你企业的使命愿景 是不是已经清晰的跟客户传达了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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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